由原來的所謂的一個官說演變到今天 似乎焦點全部集中在監聽這一部分 監聽國會 我想是人神共憤 法理不容 如果屬實 現在看起來屬實 黃世民總長當然要下台 一定要下台 但是總長的下台跟特徵組的存費是兩件事情 我們不應該說總長犯錯把整個就拿掉 那法務部如果由部長出問題整個法務部不要 行政院出問題行政院長都不要 那國家就不要了 我覺得這個計量是不通的啦 任何人以現在來講的話 為什麼從原來官說案現在變成大家聚焦叫非法官說 因為強調是程序正義 所以 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身為立法委員 有什麼資格有什麼立場 可以說立場我們的議程變更 說變就變 因為我們的規定很清楚 要三天前 三天前發通知變更議程 哪裡有說今天變馬上其他都停擺 那整個國家停擺好了 我覺得 我覺得當整個社會對於監聽國會非常憤怒的同時 我請我們偉大的政治家好好的審思 我們不要假借捍衛程序正義來破壞程序正義 那就是我要強調的是 我們今天個資法其實跟監聽也有關係 何等重要的一個法 我具體建議是不是 今天這個案子照審 但是要專案報告監聽的部分 我絕對贊成 我覺得贊成 但是按照這樣的最快 就禮拜三了嘛 後天已經相當快了 我想後天來做專案報告 這是一個符合程序正義 的一個講法跟一個做法 如果今天這樣子 漢然馬上變更議程 我覺得立法院只是讓老百姓看到 只會政治鬥爭 只會政治鬥爭 沒有好好的審法案 個資多麼的重要 各位想一想 當你要做非法監聽的專案報告的時候 然後那是什麼意思 那就是捍衛隱私權 捍衛個資權 因此我具體的主張 我具體的主張是 我們今天案子要審 要審 然後專案報告 禮拜三 我們可以把禮拜三變更到 專案報告已經非常快了 如果各位覺得不過癮 還是來不及 我想最快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按照規定 三天前要通知 我最後一句要講 監聽國會 是何等重大的事情 是國際上這麼大的事情 黃總長 如國殊師 要下台